大家好,我是雷槍 F9最近開始的新亞馬泰國活動 從地獄歸來男子 雖然我們現在不知道這活動劇情當中 到底誰才是那個從地獄回來男人 是明智光秀嗎? 會是新選組局長嗎? 還是說是秘迪歐西或者是石田三城呢? 而帶領我們遊走亞馬泰國引導特一點故事主線的 就是我們的亞馬泰國二代母女王 被迷糊的女兒伊宇 說實話真的,不愧是被迷糊的女兒 全身上下都完美地繼承了她的優良基因 無論是完美的策略還是暴力的戰鬥方式 更沒想到的是官方居然讓我們免費獲得這個角色 真的佛心佛心啊 那麼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訂閱或者追隨一下我的Twits直播間 方便以後才能討論更多不同從者的攻略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你讓我看到的 暴威100%一回合 技能3 提升我方全體的攻擊力20% 以及提升擁有猛獸特性的從者 暴擊威力50%三回合 同時星星獲得10顆 由於技藝影響神性特攻素質和藍卡技能 技三影響暴傷爆發力 所以個人建議優先疊滿技藝技三 再疊滿技二 寶具身是藍卡AOE寶具 在她寶具殺害前 會先提升自身的寶具威力10%三回合 再對敵全體造成758的強力攻擊 附帶1000詛咒以及咒惡效果同樣三回合 簡單來說 伊宇是除了悲鳴狐和阿斯特雷亞以外 最優秀的稱職打手之一 技能組擁有著最泛用的神性特攻效果 以及儀器赫神的即興拿星與暴擊 寶具還能夠兼具日常的周回任務 免費的寶具與連續三回合的寶貝提升 讓她有著一定的活力輸出 再加上盧樂的直接優勢和被動抗性 更有趣的是 技三的猛獸爆傷威力提升50%三回合 雖然很奇怪 理論上她應該是不能給到自己吃才對 但有趣的是她的被動 這個什麼孔爐咒法呢 直接讓她自己擁有猛獸特性 變相讓自己多吃了50%三回合的額外爆傷 這什麼東西 她自己說自己是狗嗎 這可以的嗎 不過撇除掉她是四星以及兩綠兩難的佩卡不利的問題以外 她還真的沒有太大的弱點與問題 如果願意為聖杯的話 那就更為完美 理論的話 可以用藍卡泛用的周回理論 又或者單純提升寶具威力傷害的張杯 從者除了鼠傻以外 最近剛出的呂梅琳對於伊宇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輔助選擇吧 總的來說 伊宇就是一個官方免費贈送的優秀如喇達手 能舔能打能周回 擁有最煩用的特攻之一 神信特攻 無條件的50%三回合強力爆傷 而忌惡的效果更能讓馬人卡爆傷來到150% 雖然只有一回合就是了 但從者本身的技能組與寶具效果是真的簡單易懂 而且效果與從者定位也十分泛用 甚至我個人覺得 即便這次的活動不抽活動卡制 只要把伊宇把這個可愛的 亞馬台國二代女王練好練滿 唉 其實真的已經非常足夠了 好啦 那麼這次就超哥要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次的咕打咕打活動卡制當中 抽到自己喜歡的從者吧 如果有其他觀眾的搭配問題的話 也歡迎追蹤連結我的臉書 以及訂閱我的Twitch頻道 關注一下我的Twitch直播間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情報和直播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 隨意見到我們 好 評待って